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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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主委 央行副總裁還有財政部 吳次長 陳主委 吳次長 還有楊副總裁 三位好 我想股市上萬點 還給人民好生活 一直是我的政見 眼看就要到了 剛好今年是陽年 於是又加碼演出 希望說今年的陽年 大家喜氣洋洋 高市 很萬里 大家健康 開心 吃到百里 這樣好不好 很好 吃百里非常好 那股市假設能夠 確定能夠應該 反應 應該反應 上市上櫃非常好的基本面的話 我們也樂觀其成 其實應該不難 所以我特別請了幾位重要的主管 第一個現在資金很多陸陸續續進來 第一個就是央行 央行喔 副總裁 我是希望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華人 東方的瑞士 資金自由進出 不要太多的管制 其實啊 只要央行不要查得太過分喔 那很多資金就進來了啊 就是可以請那個 那個 楊副總裁喔 你可以回答一下喔 我的目標就是一萬兩千點 你要怎麼樣來協助 不要說東茶西茶 今天有很多的台商啊 那台商現在在一百六十八個地方啊 大概都有台商的這個足跡啊 大概有五萬家的台商 在六十八個國家 那跟本習反應啊 他覺得台灣的這個基本面很好啊 因為今年台灣是三面齊發啊 一個是資金面 現在油脂很多嘛 一個是主委常講的基本面 去年三十兆已經賺了這個股息賺了一兆多啊 本益比非常非常低啊 是很好的啊 第三個 就是政策面 政策面股市揚升是五個專案 那個曾主委也是如果事件齊發 我覺得還不夠啊 今年不管怎麼樣啊 起碼萬見齊發啊 就是希望說能到一萬兩千點 讓他充分的反應啊 讓他有感嘛 所以拜託喔 央航廠你們現在對於這個資金會 竟然還會亂查啊 報告委員 剛剛委員就是說 中央銀行呢 對資金的進出呢 會查東查西的 我在這邊呢 鄭重的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沒有這回事 好沒有齁 那如果有的話齁 跟本席檢舉的話 我會跟你反應喔 因為台商很多錢要進來啊 現在全世界台商協會 大概五萬家的台商啊 我知道裡面的齁 大概多數喔 很多都是 不要說到富可敵國啊 起碼百億以上的 我就知道有二十幾個 台商協會 每次錢要進來就央行查 所以我覺得很好啦齁 央行已經這個充分的告訴大家 不會亂查 謝謝你 第二個就是財政部喔 我想請教一下財政部啊 很多海外的僑胞也好 國內的一些本土的資金也好 他們都很想投資股市啊 那整個三面齊發 未來性發展 可以說是非常好的一個投資環境嘛 對台灣就是一個寶島啊 可是很多人反應啊 財政部啊 又到處亂查稅 查得到啊 大家哀哀叫 我想這個 是不是可以請這個 吳次長說明一下 財政部今年會不會亂查稅 呃 繳稅是國民的義務啊 所以整個財政部的整個 相關的查契不法 或者是有償匿或者是落稅等等 這也都是依法的規定來辦理 希望大家能夠這個公平的繳稅 那今年會不會秉持過去愛心查稅啊 就是比較有特別的 有懷疑的你在查嗎 像美國先進國家 都是誠實報稅啊 在台灣啊 是不是可以比較寬容一點 friendly在今年 讓大家感受到 這個財政部 這個形象會好一點 不是說瞌睡猛於虎 哇看到人就在咬 是不是可以 今年是養年啊 財政部變成綿羊好不好 財政部一直在創造一個愛心的繳稅環境 所以這個部分跟委員的方向是一樣的 好 謝謝 那其實齁 我們就是好好的思考一下 打造一個好的環境喔 相信喔 再配合這個曾主委的推動之下 就可以喔 這個喔 意氣風發 會癢癢得已啊 兩位是不是 吳次長還有 這個 副總臺可以請回喔 謝謝你們剛剛喔 這個 有一個方向的回答喔 那我在接下來是請主席喔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勞退啊 勞保 退服基金啊 郵政儲金啊 是不是可以請這些負責人喔 上來一下 黃局長啊 吳副總啊 蔡副主委 我們黃照西局長 然後交通部中華郵政的吳副總 全序部的蔡副主委 好不好 中華電信的蔡協梨 好 我們都知道齁 剛剛我們所講的這個外在的環境其實都不錯齁 第一個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郵政儲金啊 郵政儲金有6.4兆 現在投入股市大概1200億啊 稍嫌不足啊 那是不是請郵政儲金啊 可以加大力度 今年起碼投資2兆 在台灣的股市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喔 因為中華郵政公司 畢竟還是一家國影事業 他其實他有點類似像 土雲或是台灣近控 他是一個 你們最高的額度可以投資多少 1800億 1800億 那你現在才1200億啊 是 有沒有辦法來提高他那個投資上限啊 你有6兆多 那剛剛所講的那個他們 每年的獲益大概平均都超過 去年都超過10%左右嘛 那麼好的投資標的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台灣有很多的銀行股齁 我真的有時候看一看齁 正在比較專業的立場來看 為他們教區啊 譬如說那淨值12塊多 台氣銀啊 股價才9塊多 這什麼道理啊 而且每年配股配息 去年賺了EPS1塊多 這都很好的標的啊 是不是應該你們帶動 或者是我想請教你的看法是如何 像這樣好的標的 主委也講啊 金融股也不錯 其實台灣不只金融股啊 還有很多的這個各行各業的股票啊 有一些是很有潛力 而且很有發展性的 是不是你們 那個用實實際的行動證明一下 愛台灣 不是嘴巴說說啊 怎麼樣來帶動 好不好 你們來說明一下 因為郵政公司 畢竟它算是一個金融業 它有受到金融的監禮 那因為目前的股本是有偏低 所以說風險性資產 畢竟是不能太高 那當然在1800億的額度之內 我們對優質的股票 我們還會繼續篩選 1800億佔那個比例還是太低了吧 對 但是因為是受到金融監禮 那BIS跟RBC的一個簽字 好 那你會不會準備 如果看好的話 會適時的提高 會 這個我們會適時的提高 好 謝謝喔 那下面請勞動部 勞動部 黃局長這邊 你們大概兩兆七千 兩兆七千億的資金 現在投入股市才多少 650億 650億 哇那你兩兆 你今年可不可以投資大概一兆 我想我們會看市場的情形來 適時的來 市場今天分析啊 三面齊發 三陽開泰啊 這個公逢其勝 其實也啊 你有沒有覺得你們持股 你們現在持股大概多少 大概25% 開股的部分 佈局是25% 對 你現在投入的金額是多少 6500億 6500億 現在股市上有6000多億嗎 對對 會不會再持續再增加 我想我們會看市場的情形來 適度的來 省慎來操作 好 那你也樂觀看待 我們希望說 你們有好的消息 因為至少配股配息也都還不錯啊 是不是 你們有一些這個股票如果長期持有的話 就算沒有賣 你配股配息也比銀行定存還高啊 是不是這樣 是 你們大概平均獲益去年是多少 去年在台股上是10.7% 對 你如果銀行定存是多少 銀行定存大概現在大概1%出頭 1% 所以你投入可以賺9% 那麼划算的事情 這個應該可以好好鼓勵一下吧 是不是這樣 是 我們會審慎考慮 對於今年你會不會樂觀的看待 我想我們會隨時掌握市場的狀況 來審慎來操作 OK好 謝謝 那退伏的部分 退伏現在投入國內的股市有1500多億 最多可以多少億 我們現在因為資產配置 大概是佔了27% 那因為我們去年有完成一些 國內委託經營的一些案子 你最多可以投多少 我大概如果是自營的部費 應該還有大概2-300億 2-300億喔 今年有沒有可能會樂觀的看待 我們審慎樂觀 因為今年的資金動能還是相當好 OK 謝謝 那幾位基金可以先回 各位請回 曾主委 那我看喔 既然國內的景氣那麼好 這個應該多多宣導 我覺得好像很多的資訊 他們可能還是不是很理解 所以手上的空間還很大很大 那我們今天有討論到 國內的有一些財團法人 有沒有統計過 內政部旗下裡面 大概有多少財團法人 他們好像很多的資金 都是變成油脂停在那邊 這個對自由經濟市場 對台灣經濟發展不好耶 可不可以適時的給予開放 是 跟委員報告 進款會已經開放 進款會所屬的查認法人 跟相關公司去投資 ETV的部分 那因為整個 各部位主管的查認法人 高達57家 那整個資金有將近2000億左右 所以我們也會來協調 所有的查認法人 能夠進一步來投資 因為過去 十年的台灣50的獲利率 年化高達7.8% 相當好耶 相當穩定 我們希望說好的訊息 讓他們多了解 是 因為就是手資啊 這手上2000多億這些 國內這個基金的部分 剛剛講的這基金 是 投入股市的非常非常少 是 所以預計股市還可以增加 2000億的動能嗎 他有資金這麼多 但是我們希望讓他能夠 先進來的時候 先投資ETF 那以後慢慢他就會擴大 他們投資的規模 謝謝 因為今天很多相關的單位 還有包括 陸客來台要開放投資的部分 還有很多 我想今年萬見其發 不是只有事件而已 是 我們希望讓那個 呃 呃 李肅德李董事長 台北政教育所 還有吳壽山吳董事長 今年一定讓你們兩位 非常的開心 我們要萬見其發 請大家拭目以待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